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1日 這是星期五 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段 大陸最近發生的 一系列的新聞 以及 再分析 習近平 究竟會不會被推翻 這個是第2章來的 我們之前做了第一章 這個是第2章 推翻習近平之議 最近其實 在上個月的5月11日 這個是十分罕有地 重提一件舊事 這個 就是在 5月11日 央廣網 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 主管的中國共產黨員 的網 中國共產黨員網 刊登了 43年前光明日報在頭版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實踐 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43年的數字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為什麼 因為 以往逢慶祝這些東西 逢五就一小慶 逢十就一大慶 不會在43年 突然間 出來慶祝 所以 慶祝 或者 重提這件事是一定有他的政治目的 而這次 組織部 以及中宣部 官媒 不斷炒作 因為 由5月11日到現在 中共的很多官媒 新話社 央視 不斷 跟進 這個 這篇文章 而且 還訪問了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 胡福明 好了 這篇文章 是發生 第一次 是在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 當時是文革結束不久了 當時 提出了華國鋒 兩國凡事 以鄧小平 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 胡福明 提出這篇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用來對抗 華國鋒的兩國凡事 為甚麼我們要講這篇文章呢 其實 是直接跟習近平 很有關係 因為習近平 最近 是貶鄧小平 抬高華國鋒 這篇文章 是由中宣部旗下 不斷炒作 所有的官媒 在說這篇文章 以及 訪問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 其實 如果在政治的鬥爭裏面 我們可以分析 中宣部 已經落入了習近平的對家手上 而習近平是對於中宣部 失去了話語權 所以他 出來捧這個華國鋒 中宣部就容許他下面的這些傳媒 黨媒 喉舌 出去 刊登一篇攻擊華國鋒的一篇文章 甚至乎 這篇文章 是把華國鋒送上西天 的一篇文章 當然華國鋒沒有死 只是 鄧小平 藉著這篇文章 奪去了華國鋒的權力 可以說這篇文章跟海瑞罷官 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 揭幕戰 是完全是如出一切的 也是用一篇文章 去首先攻擊 好了 我們 要重新分析一下 這一件事 究竟是不是意味著習近平失去了這個對中宣部的控制呢 我們要進一步分析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家都知道 中共 起家是靠兩件事 靠不桿子和槍桿子 說穿了甚麼呢 就是謊言加暴力 不桿子負責製造謊言 負責製造輿論 而這個暴力當然是炸槍 你不服就開槍打死你 當你死了就沒有人服 但是中共 從來都是輿論先行 做任何東西 任何政治操作 都是先行一大輪輿論的 這篇文章在5月11日發表 表面上就是慶祝 43周年 實際上 其實就是對習近平的一場 揭幕戰 又或者對於 未來二十大的佈局 或者習近平 未來的處境 我們有 以下的猜測 這篇文章大家要回憶一下當時 就是要用來對抗華國鋒的兩個凡事 當時 華國鋒 憑著老毛的一張字條 你辦事我放心 當時 囊括了所有黨政軍大權 他當時 是共產黨國家主席 也是 國務院總理 也是中央軍委主席 嚴格來說 黨政軍所有大權 恨於一身 這樣的人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撼動 當然 要撼動他 就要用中共 最 最撒家 的輿論 即是不桿子 中共從來都是用筆殺人的 他用筆殺人 絕對多過用槍殺人 這篇文章也是為 鄧小平復出 鋪了腦 最後 就把華國鋒 鬥倒在下 華國鋒的兩個凡事 就是指 凡事無主席做出的決策 我們都堅決維護 凡事無主席的指示 我們都此志不如地遵從 當然 這篇文章 主要是對付華國鋒說這件事 主要就是 當時 社會的標準只能靠實踐 而不是任何理論 因為夠說是沒有意思的 到了這篇文章發表半年之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兩個犯事被徹底否定 華國鋒也被趕下台 鄧小平成為新一屆的領導核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理由相信 現在的反習勢力 想用當年對付華國鋒的模式 先是輿論先行 用這篇文章 否定習近平近幾年種種的不是 否定他在扶貧上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現在唯一標準唯一的真理就是你扶不到貧 中國有6億人 收入是1000元以下的民幣 你怎麼解釋 中國的人口由14億 現在萎縮到可能不夠13億 你怎麼解釋 在這個 一帶一路花了那麼多錢 全部都收不回來的 你怎麼解釋 一步一步 你完全沒有一個政績可以拿出來見人 被他大催大來的中歐投資協定 你習近平 搞壞了 你的戰狼外交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各街老鼠 你怎麼向黨內同志交代呢 我們可以 預視 接下來的這個二十大 習近平 不要說要他連任 甚至乎他有沒有辦法保留這個軍委主席 我們也有移民 又或者他的人 是不是會全部 都上到這個政治局呢 還是被人全部都停了出局呢 在8964的時候 有些叫順口溜 就是 毛澤東的幹部 兩袖清風 華國鋒的幹部 就是無影無蹤 鄧小平的幹部 百萬富翁 當然用普通話來讀就比較順口的 廣東話完全沒有壓穩的 大家自己普通話讀一次就知道是壓穩的 這句說話 其實也是說得出 也反映了接下來有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華國鋒的幹部 無影無蹤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華國鋒時代的政治局常委是甚麼人 紀登輝 吳德 汪東興 全部都沒有 陳錫聯 現在還有沒有人記得這些名字 大家完全忘記了這些名字 是不是 只記得 鄧小平 好了 現在 我們看得到 究竟習近平 接下來的二十大 是不是真的會面對黨內那麼大挑戰呢 是不是會被人好像華國鋒那樣逼退 交出他所有的權力 甚至乎是裸退 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這篇文章 就暴露了 現在整個局勢是有機會向這個方向發生 因為宣傳是中共的一個很重要的 部門來的 中共靠謊言 起家 當然謊言加暴力 但是習近平 即使掌握了槍桿子 但是北桿子 很明顯現在不在你手上 中宣部 組織部 都是 出這篇文章 即是說現在的組織部 都未必是由習近平控制住的 是有機會 他控制不了中央組織部 組織部也是一個十分之重要的職位 誰人的升遷 誰有得升 誰沒有得升 誰入常 誰不入常 組織部 當然 到了常委就未必是組織部決定 但是 很多人士調配的升遷 全部都是組織部負責 而組織部旗下的共產黨員網 是不斷刊登這篇文章 大家已經想到了 是不是下面的人造反 還是他已經管不住呢 我相信 是不是即時造反就不敢說 但是肯定他管不住 當喪失了中宣部這個那麼重要的部門 當他在組織部也控制不住他的人 未來的二十大要怎麼佈局呢 所有的常委是不是會向他進行逼供呢 分分鐘好像當年 說國鋒一樣 陳雲發炮 然後 葉劍英又加一腳 你自己想想你應該怎麼做 由常委出面 要他全退 要他裸退 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 所以 我們一直都認為 你這麼尊崇華國鋒 適合了 你就做第二個華國鋒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